多了爽古蹟 闖小吃 身為台南女兒的主持人魏華軒 今天要帶大家重遊故鄉 體驗台南古都的文化與生態 當然要玩點特別的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灣真帥美舊帥旅行 我是主持人魏華軒 有沒有發現到我今天的打扮 跟出場特別不一樣呢 會搶搭台灣建國百年的結婚熱潮 所以我今天要來體驗的是 台南人嫁女兒的習俗啊 我們都知道 台南人很熱情 很搞累手 所以嫁女兒婚禮一定要辦得 風風光光 熱熱鬧鬧的 現在我就來體驗 用馬車出嫁的感覺囉 像這樣坐馬車遊街 風光又體面的浪漫馬車婚禮 是台南一家馬場的創意點子 目前很受信用歡迎 平均一個月五到六場活動 因為租一次四個小時 包含馬車 馬夫 還有一名工作人員 在大台南地區可以自己指定路線 另外還提供賽客 市區觀光 價錢一距離來計算 可以輕鬆漫遊台南市一級古蹟 安平土堡 全台第一條街 安平一街 台延舊窗口搭建的安平樹屋 感受濃濃的人文歷史氛圍 再到秋冒原的沙灘 吹吹風 看看海 踏著夕陽余晖 結束浪漫的馬車迎娶後 華軒要帶大家去品嚐台南特有的婚宴小吃 在台南來說 看到這一碗滷麵就知道 這戶人家要辦喜事喔 為什麼要吃滷麵呢 主要是因為南方的家人 他們遠道而來會挑選糧成即食 肚子餓的時候天鮮的女方 就會準備這碗滷麵招待對方 而滷麵裡面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主要這個麵條你看到的是用台南的官廟麵 酒煮不爛 所以在等待南方的同時呢 這個麵就不會糊掉 另外除了招待南方的家人之外 滷麵也會分送給街坊鄰居來沾沾喜氣喔 這個俗稱嫁取滷麵的小吃 可是台南特有的婚禮習俗 如今發展成為台南住民小吃 如果想要一次嘗試 台南婚宴小吃 這家會在安平老街 也就是全台第一街的古早味餐廳 通通都吃得到喔 有台南最著名的蝦捲 把外平煎得特別粗的蚵仔煎 還有湯頭濃到化不開的魚翅根 都是安平熊切海鮮 在台南的婚宴料理啊 可以吃到一些美食 而且這些美食 竟然都是我們來台南 可以吃到的道地小吃耶 對啊 第一道先吃蚵仔煎 對 接下來就是我們傳統的 有第二道菜就是 一次根丹 是我們以改娘式的 用蟹肉棒來做蟹肉羹 蚵仔煎吃完吃蟹肉羹 因為安平靠海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漁獲 養殖的 現撈的 應有盡有 喜歡吃海鮮的人 來這裡準沒錯啦 你看我們家華萱 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台南有名的海產可不止這些喔 華萱還要帶大家去嘗更補的好料喔 來到台南吃什麼 吃海鮮啊 你知道嗎 今天來到的是台南的西谷西湖 這裡是全台灣最大的西湖 也是漁獲量非常豐富的地方喔 今天要去尋找一個吃了會 鮮鮮的食材 走 我們現在出海去 船一出港壯闊無邊的湖面 映入眼簾 西谷的西湖總面積有1600公頃 是三百多年前 台灣南部的一座大西湖 台江內海的遺跡 當地人俗稱Light Haya 搭船游湖是體驗西谷西湖 最好的方式 沿途滿是定制漁網 就是湖面上這一支支木樁 是漁民們用來鼓勵的工具 我們西谷呢 它有兩種的定制漁網 這個還有兩種的 我們到這邊看這個 這是兩隻的魚 大魚的喔 一年四季都能夠做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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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這裡看看 我們這邊到這邊 我們看到 H字形的電腦有沒有 這種鳴什麼 古代的時代 大魚鳴 三百多年 一馬鎖 十馬鎖 除了水裡游的 還有空中飛的 你看看華萱發現了什麼 那什麼鳥 船長 那個四季吃鳥 好可愛喔 它在一隻蟲蟲蟲那種 有鷹蟲 喔 全身閃著盡量黑毛 在湖面上低空飛行 偶爾的輕調水面 見起絲絲水花 一隻隻站在木樁上 姿態優雅 謀殺了不少游客的底片 這是每年必來七谷七谷 報到的候鳥 爐蟲 這爐蟲呢 是台灣的東鳳鳥 它是從北方飛來 每年十月都可以看得到 最厲害的特技是抓魚 它可以潛水三十到四十五秒 還可以浮魚 有沒有看到 它可以潛五到九公尺 是在西埔西湖 常常可以在十月份以後 看到的東鳳鳥喔 沒有東鳥、沒有電視、沒有黃卡 沒有西河南瓜 所以你最好的消費 現在好像長人 邪進的當中 你上這個廁所你就發覺 幽默逗趣的解說 她是船長夫人兼導覽員 和船長兩人夫唱夫隨 默契之好 常常讓遊客捧腹大笑 我現在現在現在 我身上身體 你不做這首 我都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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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好 為了讓年輕一輩 更了解傳統捕魚方式 船長還準備了一段捕魚秀喔 開始 四、三、二、一 在西湖上 撒下天羅地望 究竟船長會捕捞到什麼 有沒有傳說中的 匹匹食材呢 有魚 哇 有魚 今天魚終於來上班了 哇 昨天都沒有抓到魚 有一條 有一條 哇 這個是什麼魚 這個叫環球海豬 這個彈藝是桃 桃紅啊 來 哇 耶 哇 果然聲太豐富啊 船長隨便一抓 就有魚兒進網 瞧 滑圈也忍不住 跟著遊客一起嗨 殊不知 好戲就要上場囉 再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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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一次給我們主持人 接近一點魚好不好 好 好 3 2 1 好 好 好 來看 在旁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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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準備要吃魚了 吃魚喔 沒有說要吃魚 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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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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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罵誰 誰 那是誰 爹 好 真的 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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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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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了啦 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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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幸福啊 幸福啊 幸福啊 你很破耶 拉雞 拉雞 所以呢千萬不要跟船長亂打你的話 如果以後朋友來玩的話 一定要說有魚好不好 好 還沒找到彰彰食材 娃萱就先被船長僵了一均 究竟這西湖裡的好料藏在哪裡咧 船長我們來祈福西湖 要找那個彰彰食材在哪裡 到處都是 到處都是可是看得到啊 可是那個彰彰食材到底是什麼 男人的威兒章 男人的威兒章 女人的左旋膝 到底是什麼食材 別賣關子了 哦 七股細胡的招牌好料 原來就藏在這頭架的神品下 哇 我們彰彰食材呢 就在這個蚵盆下面 就是我們的蚵仔 哦 在下面 對 在哪裡 可是看不清楚咧 你看一下齁 你看一下齁 你看看他們的蚵仔 哇 直接把它拉起來嗎 這個東西就拉起來咯 這多深啊 哇 這現在幾乎四年以上的高度 哇 哇 這個就是我們傳說中的妙妙食材牡蠣 這一大串的蚵仔進百科 少數也有三十斤重 由於養殖密度高 需要四到六個月才能收成 並其他地方還要久 但口感也來得更Q彈 大姐 母親鋪不期待想要把這蚵仔吃掉了 那 如果妳喜歡我們就回去品嘗一下 最細心的牡蠣BBQ 所以是用炭烤的 是 嘿嘿 牡蠣 我要把妳吃掉了 走 好 趁著風浪我們要跟戲湖說再見囉 一趟島嵐一個半鐘頭 賞遍戲湖美景 還有一年一次的東鳳鳥身影 以及大開眼界的蚵棚 生態之旅滿載而歸 還有更讓人期待的鮮烤鵝 鵝仔吃到飽 唐家一出手就吃有沒有 要怎麼樣把這個鵝仔烤的好吃呢 大家要問船長嗎 船長 這個鵝仔怎麼樣鎖住它那個鮮美的滋味 那個滋不會說全部都流失 那這邊比較平的朝上面 喔 把 好像幾塊一樣 這個部分 比較凸的那一部分放下面就對了 四分四點底 嗯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是放著 要烤多久它才會就是熟 這個喔 最好也要排滿 排滿喔 然後那個熱氣才不會外出 喔 就是要豪慢一點點的吃吧 對 那排滿我們怎麼知道它有沒有熟啊 不會啦 那熟怎麼看 它熟的會打開啊 蓋子打開的時候不要猴子 稍微再讓它熟一點點 但是不要把湯汁收乾 還有一點點湯的肉 再把它打開來用筷子夾 然後呢 會吃得倒點海水的那種鮮甜的感覺 對不對 對 果然是行家啊 馬上就抓到烤鵝仔的訣竅 不過鮮烤滋味和其他煮法 究竟差別在哪呢 嗯 這個剛烤好的很鮮嫩耶 而且啊我們一般吃烤鵝仔最怕說 它這個鹹度剛剛好 重點是它的那個肥肉的部分 就是最厚實那個部分 它吃起來不會軟爛 這就是七股鵝仔厲害的地方啦 肥美鮮甜還有咬勁 裡頭還有豐富的蛋白質 號稱是海洋牛奶呢 只要參加泡中行程 先烤鵝仔就認你吃到飽喔 華絮 你可要節制點啊 萬一發福了 後面可就不聯繫啦 這能吃嗎 有Sandy 我眼睛好巧喔